只是觉得其微很有意思 年轻的小男生是不是很可爱 可爱的人很多 美貌的二叔只有一个 但是 如果二叔允许我喝一杯冰奶茶的话 那就更好了 你长得也很美 想得更美 最终苏西也没喝到冰奶茶 回到玉亭后 凌九泽有工作的事要处理 让苏西自己去看电影 苏西最喜欢的事 就是一边看电影 一边吃冰激凌 如今吃冰激凌的权利被剥夺了 他坐在地毯上 总觉得少些什么 电影也变得没有了趣味 凌九泽忙到十点 从书房里出来 见客厅里开着电视 苏西蜷缩在沙发上 已经睡着了 他走过去 在少女身前半蹲下身 见他头发微微凌乱地散在眉眼间 鼻子小巧 粉唇银润 安静的模样 让人忍不住心头发软 据说喜欢蜷缩睡觉的人 都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他知道他小时候受了很多苦 甚至是被虐待 那什么时候 他才能让他觉得 在他身边会很安全踏实 他拧着他的眉眼 后知后觉发现自己看了许久 不由地皱了一下眉 抬手摸了摸他的脸 还有洗澡吗 嗯 我抱你去洗 好不好 男人声音不自觉地温柔 伸手将少女牢牢地抱在怀里 向着主卧的方向走去 主卧的浴室里 有一个很大的双人浴缸 零九泽把苏西的衣服脱掉的时候 水也已经放满 温热的水一点点侵袭上来 那种漂浮不定的感觉 让苏西惊醒 本能地要挣扎 零九泽双臂将他揽在怀里 别怕 我在这里